望月 一想到杜甫 你一定想到 他是这样 是这样 或是这样 但年少时的杜甫 其实是这样 他是疯一样的男子 每天在家里 来来回回 风跑乱闹 上上下下 爬树摘走 这么爱玩 24岁去参加科举考试 当然是榜上无名了 杜甫也不伤心 考完了 就高高兴兴的去山东旅行了 此次旅行 杜甫最大的目的 就是去攀登泰山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到了泰山脚下 杜甫异常兴奋 连忙挥笔写下了望月 月是指高大的山 五月明山 分别包括 东月泰山 西月华山 南月恒山 北月恒山 和中月松山 五月的宗主 当属泰山 泰山的别称 又叫做 戴 所以杜甫 就叫他 戴宗了 开篇第一句 就是一个 激动的发问 戴宗 福如何 福 在这里是个 语气助词 相当于 呀 我仰慕已久的泰山 究竟 怎么样啊 杜甫自问自答地说 那真是 齐鲁清未了啊 泰山绵延的非常远 分开了古代的两个大国 齐国和鲁国 所以站在齐鲁大地上一看 清脆的山色根本就没有尽头 这么美丽 还等什么 赶紧爬呀 一边爬 杜甫一边发现了神奇险峻的山石 秀美端庄的松处 不禁感慨造化终神秀 心想 造物主席泰山 真是情有独钟啊 把一切秀美都赐给了他 不仅如此 还赐给了他 耸入云天的身高 以至于阴阳割昏晓 在向着太阳的阳面 山被照得十分明亮 而背着太阳的阴面呢 却像黑夜一样昏暗了 爬着爬着就来到了半山腰 杜甫感觉到荡胸生层云 层层云雾在山中荡漾 让杜甫的心也跟着荡漾起来了 嗖的一声 有飞鸟经过 杜甫好奇的 爵字入龟鸟 爵字就是张开眼角的意思 杜甫把眼睛睁大的 连眼角都快裂开了 他要去追寻那些龟鸟的身影 鸟儿越飞越高 杜甫也激动得一蹦三尺高 会当灵觉顶 一篮众山小 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处 从那往下一望 哈哈哈哈 所有的山都会瞬间变得渺小啊 这首诗通篇激昂 一起合成 诗名为望月 整首诗就真的把泰山望了个遍 远望他的绵延 近望他的秀美 希望他的飘渺 俯瞰他的雄伟 泰山的一切美景都被杜甫望穿了 后人再登泰山 也想提笔 但一抬头 看见石碑上的望月 只能干拜下风了 作为杜甫 留存下来最早的诗作 望月 不仅抒发了青年杜甫 要登上泰山顶峰的决心 更让我们看到了 杜甫要一登 诗坛顶峰的雄心 正是凭借着这份雄心壮志 这位落榜青年 才能一跃成为千古师圣啊 望月 代宗福如何 其卢轻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歌昏晓 荡兄声层云 绝字入龟鸟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晓